特别是大家都很关心中国经济真的要接下来走向一个日本的失落的状态吗 欢迎善伟健先生 他接下来要分享他对于中国经济的看法 谢谢 中国大陆的经济在过去的两年左右吧 面临了非常巨大的挑战 我可以说呢 现在的经济是相当低迷 我也可以说呢企业的信心是非常低落 事业上很多投资者就提出一个问题 就是大陆的经济是否还可以持续增长 那我的答案呢 是中国大陆实际上增长的潜力 远远大于它现在能够达到的增长速度 大概有这么几个原因 第一呢 就是中国政府发展经济的政策空间是非常大的 大于世界上主要的任何经济体 那么西方国家现在面临的一个什么问题呢 就是通货膨胀嘛 美国有通货膨胀 欧洲有通货膨胀 中国大陆怎么样 没有通货膨胀 稍微有点通缩的疑虑 那中国大陆的利率是在4% 5%左右 那在这种情况下 大有减息的空间 在央行存款算月份量 市场的资金就增加 就增加了 所以货币政策方面有很大的空间 我们再看财政政策方面 中国的负债的状况 以最糟糕的情况来估计 中央政府的负债占GDP 大概是21% 地方政府的负债 大概是90% 加起来110% 你比较一下 美国联邦政府的负债 就140% 日本中央政府的负债 是GDP的260% 中国大陆的问题是 国有资产太多了 国有资产的净资产 远远超过政府的负债 因此它在财政政策方面 有很大的放松的空间 如果中国大陆 达不到政府预定的增长目标的话 利用政策手段 它也能达到这个目标 这不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 中国大陆现在面临的最大的问题 就是一个房地产的问题 在1997年 亚洲金融危机 就是因为房地产价格下跌 资本外逃造成的 美国更是如此 2008年美国和欧洲的金融危机 它们叫做全球经济危机 实际上对亚洲影响不大 关键的问题是 中国大陆的经济增长来自于哪 房地产不行了来自于哪 中国大陆实际上增长的领域是非常多的 尤其是新经济领域 你比如说 太阳能 中国生产的太阳能 现在占全球市场份额 大概是80%左右 无人飞机 市场份额大概是70%左右 电动车 去年 中国的出口已经超过了 汽车的出口已经超过了日本 全世界之最 机器人 中国大陆机器人的装机 是全世界的50% 所以中国大陆呢 因为它规模比较大 经济底子也比较大 因此呢 东方不亮西方亮 所以呢 房地产现在是萎靡不振 但是还有其他的行业呢 尤其是电动车的行业 发展的速度非常快 那么大家考虑的一个问题呢 就是人口老年化 我们都知道啊 在过去的几年 中国的人口 老年化的速度是非常快的 那么人口老年化的话 储蓄率就会下降 投资率就会下降 因此中国的经济 会不会也受到影响 我认为 问题不大 尤其呢 当政策正确的话 就问题不大 中国劳动力大军的规模 在2012年就到顶了 从此之后就持续下降 但是在此后的十年中 中国的经济翻了一番 那这个翻了一番 但是从何而来呢 是生产率的提高 来带来的经济的增长 而不是人口红利造成的 如果中国能够继续地 来发展它自己的技术和创新 用生产率的提高 来发展经济的话 我觉得人口呢 不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 总的来讲呢 我觉得现在的中国经济表现并不好 但是中国经济的基础呢 是非常好的 因此呢 它恐怕在可见的将来 不会恢复高速的增长 但是呢 它也不会进入衰退 我觉得45%呢 是可期的 如果它也发生冲突的话 看怎么发生冲突 比如说如果要打仗的话 那对中国大陆经济的影响 应该是灾难性的 那么我就假设呢 美国和西方的反应呢 对于俄国入侵乌克兰之后 采取的措施呢 应该是差不太多的 无非就是一个禁运 所以呢 如果贸易受阻的话 那么对于大陆经济呢 应该是一个非常巨大的打击 对西方的打击 恐怕不亚于对大陆的打击 那你想想 如果不让大陆的产品进入美国 这种西方市场的话 那通货膨胀会到什么程度 中国又是美国第一或者第二大的债权国 你如果把你最大或者第二大的债权人 给消灭掉了的话 谁买你的债券 利率也会一飞冲天 利率冲天 物价冲天 那西方经济就进入衰退 所以呢 哪个国家也好不了 全球就会进入衰退 但是呢 大国在这种情况下 日子过得非常 就会好得多 为什么呢 因为它国内市场比较大 所以美国 中国 都会过得下去 最惨的就是台湾 无处可去 是台湾 是台湾